只因为黑心有的风暴一年连三暴 现在连很多的企业大佬都看不下去了 今天在大陆青岛登场的高峰会论坛 大老板们是纷纷出面痛疲 我们的大厂当然要换其他的良心良知 好好改善 可是也不要过分的给他落井下石 旗下投资的摩斯汉堡也曾陷入黑心有风暴 东远集团董事长黄茂雄忍不住开跑 像我们的关系企业可能也不知道 那个油是怎么来怎么去的 工业用你已经有GMP 政府有一个认证的东西 我们就买了嘛 可是偏偏那个认证可见是还是不是那么严谨 进信政府恐怕太慢 倒不如自己打造食品安全实验室自己把关 关键性的我们的食材 可能我们在中长期的我们的目标里面 应该得考虑了 估计长多少时候 还没有还没有估计 11号在大陆青岛登场的高峰会 企业大佬纷纷语重心长 对一报再报的油品食安终于表态 企业经营的时候自己的一个必须把它处理好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吧 政府能够管理的我觉得还是有限的 也不能单靠政府的管理 就连长期在大陆投资的蓝天集团董事长许坤泰也说出重话 也都吃了几十年了嘛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害怕 都是吃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都是有毒的东西 黑心商人实在是很不负责任 以百脑会横霸大陆购物商城 现在归于返乡投资百亿 在新北社产业园区 特别看好商用不动产 台湾的经济成长 这几年都有三点几% 今年好像三点多% 未来台湾是亚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跳板 所以说我相信说这个发展应该是处之可待的 一场高峰论坛 大老板们不只谈投资 也意外让食安风暴成为另一话题 东森财经营 吴君敏 陈文杰 在大陆青岛的采访报道